你会相信初次见面的心动吗?那种让人念念不忘的感觉。他只要想起阿罗,就能重新振作。可是现在,这却让他备受折磨。阿罗如此神秘,他的样貌和八年前一模一样。连身为皇帝的他都高攀不起。然而阿罗的调皮,他的美丽甚至他的一切。无疑让阿昭更加肯定,此生之爱非他莫属。正因为是儿时的意外邂逅,让新登基的皇帝对长生不老的巫柱念念不忘。 再次相遇时,年轻气盛的新皇是否能俘获阿罗的芳心?一段美妙的奇幻爱情故事即将上演。此时已经到了人们沉睡时分,没想到竟然出现了位妙龄少女。他感知天地传来的味道,小声嘟囔着,太上抬心,应变无停。地面上的井口出现一滴泉水,弥漫着令他沉醉其中的香甜气息。无数滴泉水似乎也很饥渴,围绕在他身边等待伺机而动的时机。泉水们顿时蜂拥而至,大喊如此香甜的美。 是妖灵的唇血。被围困中间的阿罗,并未有所惧怕的感觉。甚至在他们想要吃掉自己时,竟然还能悠闲地睁开了眼睛。只见他突然伸出二指缠,大喝一声驱邪妇媚保命护身。 智慧鸣静下心神安宁,三魂永久且破无丧青,急急如律令。围绕在他身边的泉水们,忽然一滴滴地被强大的能量所吸收。 等到所有涌出的泉水尽数消散,那口景也恢复了往常的样子。阿罗敲咪咪在心底松了一口气,小手轻轻擦拭鹅脚的汗水。 听到殿外传来巫住大人觐见,等待已久的皇帝直接宣剑。 小美人轻手轻脚地走上前,并恭敬鞠躬,巫住阿罗参见皇帝陛下。 皇帝背手而立默默点头,免礼不洁之物已经驱除了吗? 阿罗听到免礼后,这才起身,但他不敢与皇帝对视,只好淡淡应了一声似的。 皇帝显然不明白他的行为,那就待朕问候国事吧。 阿罗低垂眉眼点头英事,刚想告退时,耳边净传来大喊等等的命令。 眨眼间皇帝来到了他的面前,盯着他看的神情内蕴藏着浓浓的感情。 阿罗,我们一别八年,你就一句想跟朕说的话都没有吗? 阿罗当即脑袋当机,一双眼睛顿时被吓得变成了斗鸡眼。 片刻后,他大着胆抬起头,十分疑惑地询问皇帝,你是谁? 皇帝被他堵得哑口无言,一张俊脸瞬间染上了一层少年的不满。 随后又做出和皇帝毫不相干的表情,紧紧粗眉大喊,我是阿昭。 巫住阿罗一下子回忆起来,不停小声重复阿昭的名字。 正是那位记忆中的小男孩,一袭破败衣服,但脸上却带着坚韧的神情。 当时很快引起了他的主意,于是凑上前询问小孩,你叫什么名字? 小孩直言母后说过,这个皇宫里有很多坏人,我才不会轻易告诉你我的名字。 至少你也要先告诉我你的名字才行。 年少时的小孩和皇帝相融合,好像在一同呼唤阿罗的名字。 阿罗猛地在回忆中清醒,目光定定地直视面前的这位皇帝。 紧接着又轻快地承认,我想起来了,你是阿昭啊? 他有些破格地伸出手,踮起脚尖摸了摸阿昭的头发。 在皇帝阿昭阴沉的脸色下,眉眼如画地笑眯眯感慨,你长大了吗? 这时,对方的大手忽然抓住了他的手腕。 气急败坏的阿昭不爽指责,朕早就不是当年不及你胸口的孩童。 倒是你不仅个头毫不见长,胸也还是这么小。 皇帝阿昭红着脸小声吐槽,感觉被侮辱到的阿罗,瞬间挣脱掉他前置自己的动作。 阿昭有些不自在地轻壳两声,朕早该想到,你并非凡人。 当年的深宫禁地,岂是寻常女子所能踏足的? 你到底是渡室的先机,还是祸人的妖魔呢? 不过还不等他的回答,阿昭率先撇头冷横,是哪个都无所谓。 他目光如炬地盯紧那位女子,并直言,朕只想再问你一次。 你是否愿意坐镇的皇帝? 阿昭一改往日的威严,像少年般无比认真的恳求。 与此同时的琉璃塔外,一支支的燕子,在空中盘旋飞翔。 拥有一头银发的男人,正经危坐,似有所感的,睁开一双蓝眸。 童儿忽然上前恭敬行礼,随即轻声呼唤师父。 您醒了。 银发男人沉默了几秒,现在是何时辰了? 阿罗仍未归吗? 童儿闻言点点头,阿罗小姐按照师父的吩咐, 昨晚清除了西院的不节之物。 今早阿罗小姐去向皇帝陛下复明,又将阿罗小姐派去别处。 卷言正在为皇帝宣读,明日上朝关于户部调剂于缺一事。 实施心令或销活陪累。 这几句话飘到了皇帝的耳中,又从他的右耳飘了出去。 直到对方一直呼唤陛下,沉迷自己世界的皇帝阿罩这才缓缓回神。 他当着卷言的面点头应是,没错对户部心令。 卷言不明所以地收起宣读的事件,并且贴心地表示, 今天就到这儿吧,陛下可是有心事。 高高在上的皇帝忽然有些欲言又止, 鹅脚还滑落一道可疑的冷汗。 不过想要寻求帮助的皇帝,做好准备,看向了正要喝茶的卷言。 摸了女子的胸部,会被讨厌吗? 这一问题,直接令卷言喷出所有的茶水。 他来不及擦拭嘴角着急反问,您碰了谁? 如果是居心叵测的女子。 没想到皇帝率先有了反应,红着俊脸反驳当然不是, 他定不是那样的人。 卷言有些感兴趣的,抛给他一个眼神,那便是心悦之人了。 被心悦两个字击中心脏的皇帝,一颗心就像开了花一样,快速绽放。 可他又只知道想到了什么,竟然慢慢收回那某悸动, 对着眷言轻轻摇头,表示不知道。 朕甚至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 眷言却有些小小的感慨, 臣很久没见您这般吃出了呢。 陛下身为帝王,这些年却过得不易。 最难得的是,保有一颗赤子之心。 臣相信,既然是陛下在意的人,定能明白陛下的心意。 所以,今日陛下把巫柱女派去魏西宫,是想将她留在皇宫里吗? 毕竟除了宫女,这皇宫中已经多年没有称得上女子的人了。 还有那魏西宫,已经荒废多年了,您这样派他去好吗? 朕要再喝一口茶水的眷言,再次听到了皇帝少年气般的承认错误。 朕只是一时生气,他居然完全不记得我了。 而且,他再次向阿罗表明心迹,竟然又惨遭对方无情的拒绝。 真是个可恶的女人。 皇帝阿昭在内心思索一番,没想到这边阿罗直接狂打喷嚏。 完全不知情被人吐槽的阿罗,摸了摸有些发凉的胸口,看来晚上有点凉了。 于是,他抬头查看又是小小诧异。 这里这么冷清,有几十年没人来了吧? 这时他所在的树林中出现了一道残影。 像一道闪电般飞驰而过,另站在原地的阿罗表现出大大低疑惑。 一只小浣熊忽然出现,十分老成地抚摸自己的小胡子。 接着激情大喊小阿罗的名字,沐西石那小子不是叫你去做什么乌助吗? 眼看花爷爷生气跺脚的模样,阿罗连忙解释不关国师大人的事,是皇帝叫我来的。 花爷爷伸出爪子摸了摸胡须,皇帝是去年登基的矛头小子吧。 阿罗轻轻嗡了一声,我现在担任乌助的职务,多少也要听皇帝的话哦? 花爷爷不满吐槽,真是的,搞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喜欢和愚蠢的人类混在一起。 说起来,最近这皇宫里似乎总有点不太平吧? 老夫刚睡醒,要活动活动筋骨,老夫到别处耍去了,小阿罗乖乖的呀。 阿罗心想阿昭是不是生气了?就因为我没答应做他的皇帝吗? 不管怎么说,也该先问问他有没有安排我的膳食啊。 饿着肚子不想动弹的阿罗,感受到身边传来的异动,不由得惊呼,花爷爷这么快吗? 没想到,等他侧头查看时,竟然发现了这样的令人震惊的一幕。 一位长发极药的白发男人,突然睁开眼睛,魏西宫。 之后,他又叫了生童儿,一位绿发少女,转身看向他。 你去协助阿罗。 童儿立即站起身,是师父。 此时皇帝阿昭正在和别人商讨事情,便听到绿罗的声音出现在门外。 圣上请准许小童即可前往魏西宫。 于是皇帝便问他,先童深夜前往,所谓何事? 先童解释师父说魏西宫似有一肠之气,让小童前去协助阿罗小姐。 听到这个名字,皇帝瞬间不淡定了,一肠之气。 朕只是随口说了魏西宫,便将他派去了那里,怎么会突然出现一肠? 想到这他急忙询问是何种一肠之气? 但先童表示不知,恐是阿罗小姐不擅长对付他。 一旁的俊颜看到皇帝拿出袍子,急忙叫了一声陛下。 皇帝看了一眼先童,走朕也一同前往魏西宫。 随后,他带上宇邻军,发出全力搜寻巫柱女的下落的命令。 先童带着皇帝来到魏西宫门前,阿罗小姐就是在此消失的。 听完皇帝看着眼前的建筑,这里是魏西宫的入口。 这时,先童走上前,请陛下与众将士于此处搜查一番。 小童独自深入探查。 皇帝看着眼前的景象,那个笨蛋莫不是真的在这傻傻呆了一天。 不过他并非凡人,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吧? 突然另一边响起一阵响声,一位士兵立即向他禀报。 等他转过身后,便看到了一抹影子,刷得一下跑过去。 他紧皱着眉头,询问怎么了? 下一秒,皇帝便察觉到眼前的异样。 只见一位少女,出现在他的面前。 从天而降地向他靠近,正是失踪的巫柱女阿罗。 此时阿罗格外地柔情,陛下,您终于来找妾了。 看着面前的东西,皇帝脸色一红,瞬间就察觉到不对劲。 这不是阿罗。 想到这他立即闪身躲开,让他扑了个空。 皇帝看着面前的背影,你不是阿罗?阿罗那你是谁? 女人闻眼转过身去。 只见他的瞳孔,竟然是深紫色。 切以为陛下总喜欢这些鲜嫩女子。 然后,他又呵呵一笑。 就是嘛,他们哪有切好。 皇帝见到这一幕后,瞬间就瞪大双眼,露出震惊的表情。 只见阿罗的身后,突然出现一名身穿白衣的女子,慢慢从他体内剥离开。 看着那昏迷不醒的阿罗,皇帝急忙呼唤着他的名字。 随着这位女子的离开,阿罗的身体便也慢慢倒下去。 看着阿罗的身旁没有了那名女子的身影,他心想是消失了吗? 就在这时,身旁突然响起一道声音,陛下是在寻窃吗? 文言皇帝立马抬头看去。 正当他打算开口说话时,却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能动了。 女人继续向他诉说着,妾就知道陛下还是惦念着妾的。 说完便伸手抱住了他。 此时皇帝露出难受的表情,发出一个痛苦的哼唧声,这便是灵体。 虽然被紧紧抱着,但没有丝毫肉体的触感,好像被阴冷刺骨的寒气层包裹着。 而女子并未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 继续紧紧地抱着他,妾终于等到拟了六郎。 听到他说的名字,皇帝顿时反应了过来。 他急忙让他等一下,文言女子抬头疑惑地看着他。 只听皇帝看着他缓缓开口,莫非你是白鹿皇妃? 没想到女子在听到这后,竟然变得更加激动起来。 他再次抱紧皇帝,您终于想起气了。 皇帝被他搞得异常难受,急忙让他放开。 就在这时,白鹿皇妃的身后,出现一道橙色的光波。 直接将他们两人分开,这让他顿时愤怒起来,谁敢打扰本宫。 只见那道黄色的符纸,再次回到事发者的手中。 在仙童说出一个这字以后,手中的符纸瞬间燃烧起来。 他看着眼前的白鹿皇妃,执迷之魂,趁你还未害人性命,去你该去的地方吧。 白鹿皇妃听到他的话后,立即拒绝,不没有人可以拆散我和六郎。 这时皇帝突然开口,正不是六郎。 皇妃却不相信他,你知道我的名字,你身上有六郎的味道。 无奈皇帝便告诉他,自己幼年时,听说过魏熙宫的故事。 这魏熙宫是大约一百年前,少年文惠皇帝为了心爱的白鹿所建。 但建造不久后,白鹿皇妃突然失宠,最后郁郁而终。 听到他的话后,白鹿皇妃神情染上一丝伤感。 皇帝继续告诉他,如果朕想的没错,你口中的六郎,是朕的曾祖父,先文惠皇帝。 白鹿皇妃念着这个称号,一脸的震惊,六郎他已经不在了。 想到这他留下愤恨的眼泪,那我苦苦等在这里,是为了什么? 我只想见见六郎。 皇帝看着他此时的样子,只能继续沉默着。 先从这时缓缓走来,你在人世已了无牵挂,安心去阴间界吧。 白鹿皇妃询问他,去到那边妾就可以见到六郎了吗? 皇帝告诉他,不仅曾祖父,或许还会见到诸位曾祖母。 文惠帝在位时,共有四位皇后,废品众多。 七十岁的时候,还那了一位十七岁的美人。 听到这白鹿皇妃怒骂一句小贱人。 这时皇帝却告诉他,不过只有你的名字,和这荒芜的魏西宫,一起流传至今。 那边仙童已经开始念起转生咒,天地无私神明见察,沉浑至破重,枕拔三土苦。 听完白鹿皇妃一脸伤心的表情,谢怎不知帝王薄情,曾经盛宠空于这寂寞公园。 皇帝看着他消散的身影,心想,这次是真的消失了吧? 突然靠墙帝阿罗,发出一阵难受的哼唧声。 皇帝见他醒了过来,立即叫着他的名字。 随后便走到他的面前,仔细地查看着他,你还好吧? 但怀中的人,却再次沉睡过去。 他摸着手中人的皮肤,心想,温温软软的身体,是和普通人一样。 仙童告诉他,阿罗小姐休息片刻就没事了,想是小姐不善超度魂魄,师父便派他前来协助。 现在一场一除,小童要回去赴命了。 将士们已无大碍,稍后便会醒来。 皇帝看向他表示感谢,多谢国师与仙童,正会亲自送阿罗回去。 过了一会儿后,阿罗从睡梦中苏醒,缓缓睁开眼睛。 皇帝见他醒了过来,急忙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 但阿罗却一脸呆滞地看着他,你是谁? 再次听到这个问题,皇帝的脸直接就黑了下来。 不等他生气,阿罗的肚子突然响了起来。 他摸着扁扁的肚子,肚子好饿好想吃肉包子。 皇帝想到自己小时候,阿罗会拿出热腾腾的包子给他,并且还会开导他。 结果他的包子后,他才告诉了阿罗自己的名字,我叫阿昭。 那一天,他脸红着看向他,阿罗我娶你为非可好。 但阿罗却让他等到成人的时候,再说这个问题。 回忆中断他,看着怀中又熟睡过去的人,心里一阵怨言。 最后忍不住伸出手,敲了敲他的脑袋,骂了一句笨蛋。 然后一下子将他抱了起来。 我是阿昭记住了。 我是阿昭。 听到他的名字,阿罗这才想起来,是哦阿昭已经长得这么高了。 闻言皇帝低下头,是的,阿昭已经长大了。 朕已是一国之君。 说到这他想到那位凄惨的白鹿皇妃。 帝王薄情且真又岂会是寻常帝王。 随后,他便抱着阿罗,往殿外走去。 走吧,朕带你去吃包子去。 一声陛下,响彻阿昭的请殿。 来人正是康王陛下。 他见到康王叔的身影,感到很诧异。 他急忙发问。 不知王叔前来所为何事。 康王叔故弄玄虚把玩着扇子。 陈听闻陛下有桃花了。 今早,陛下抱着一名女子回宫了。 康王叔十分八卦。 他顿时愣住。 王叔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啊。 康王叔羞涩一笑。 陛下,陈就剩这点小心思了。 他知道瞒不过索性摊牌了。 他是琉璃塔的巫柱,切莫胡言。 康王叔却不甚在意。 巫柱又如何,一样可以做妃子。 他却转过身避而不谈。 朕从来不强人所难。 康王叔瞬间变成哭丧眼。 陛下,礼不又提选妃的事情了。 听到这话,他一脸错愕。 思虑半天,还是三十六计走位上级。 朕刚登基不久,正是大掌宏图的时候。 岂能浪费时间。 他走在后花园的路上。 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 那个背影正是阿罗。 听到他的声音后,阿罗急忙转过身看向他。 你该不会是想吃鱼吧? 他瞧阿罗看得目不转睛,好奇地问向他。 阿罗急忙为自己辩解。 才不是,这鱼真的很难吃。 话刚说完,阿罗又继续看向水中的鱼。 这时,他突然又呼唤阿罗的名字。 你的身体怎么样? 没事了吧? 他关心地问道。 已经没事了。 我等一下就回琉璃塔。 阿罗微微一笑。 八年过去了,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他开始自言自语。 阿罗听清了他的话。 你也是哦。 虽然你长高了,但是也没变哦。 阿罗抚摸着他的头顶。 他十分无语地躲开阿罗的手。 难道,在你眼里,朕还是个孩子吗? 他质问阿罗。 他没等阿罗回答,静止离开了花园。 阿罗有些不解。 他怎么突然生气了? 他回到寝殿之后,康王叔依旧没有离开。 陛下,听说那姑娘已经回去了。 康王叔在他耳边窃窃私语。 见他默不作声,康王叔索性默认他现在心情不好。 陛下竖臣直言,当年的事。 康王叔谨慎提起那件旧事。 他猛地回头,盯着康王叔。 那件旧事,他实在难以释怀。 不过往事如烟,他也不再是当年的孩童。 康王叔的话还没说完,他又要转身离开。 这次随你。 听到他的话,康王叔喜极而泣。 多谢陛下。 康王叔的脸上终于露出笑容。 一个月之后,秀女们纷纷来到皇宫。 他们争其斗艳,势必要把对方比下去才算赢。 看着此情此景,康王叔不禁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而此时的他,正站在阿罗看鱼的地方发呆。 他环顾四周,看样子在等什么人一样。 突然,湖面远处传来一阵悠扬的笛声。 一个秀女正端坐在湖边吹奏长笛。 突然,他察觉到有人来了。 他急忙假装摔倒,想碰瓷身后的人。 而来人杨增却把他当成了刺客。 一个擒拿手,就把他死死按在地上。 我是邪方殿的秀女。 听到他这么说,杨增才松开手。 他看着这一幕,觉得十分头疼,因为这已经是第四起了。 他把杨增叫到一边,只留下无措的陪倦言。 他似乎想到什么,回头望向他。 你怎么这副打扮? 他好奇地询问他。 他呆愣地坐在地上,看向他们。 他也用眼神回望着他。 裴眷言也是满脸疑惑。 杨增依旧是面无表情。 能见到三位高不可攀的大人物,实在是三生有幸。 他眼泛泪花。 裴眷言也十分好奇。 你这身打扮是为何? 他谨慎地看向他。 陛下可不要怪我。 听说陛下不尽女色还有龙阳之好。 他支支吾吾。 他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原来,他是想见走偏锋,引起他的注意。 他怒不可遏,直接喊侍卫把他拖了下去。 一时间,整个气氛尴尬无比。 他问向裴眷言。 什么叫高不可攀? 裴眷言落下冷汗。 这都是坊间的传闻罢了。 杨增却竖起四根手指。 传闻你的未婚妻也死了四个。 听完他们的话,他的心里五味杂陈。 看来正是被嫌弃了。 他说完,便转身离开。 裴眷言急忙去追。 陛下你误会微臣了。 没想到,他忽然大笑起来。 看着他的样子,裴眷言和杨增都感到一阵无语。 看来皇叔为了朕,还真是煞费苦心。 他忽然想通了。 虽然高不可攀,但还是有人会尝试的。 他终于下定决心。 走吧。 还有事情没办完。 他朝着远处走去。 此时的阿罗正惦记吃手里的贡国。 深夜时分,秀女们正议论着白天发生的事情。 顾碧云听着身边秀女的讨论,也好奇陛下会喜欢什么样的秀女。 财大气粗的彭宝珠使唤宫女去御膳房拿糕点。 看到周围的其他秀女,他邀请大家一起来品尝。 顾碧云十分瞧不起他的行为。 两个人的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 这时,他突然说起自己和陛下有一段前缘。 听到这话,其他秀女们顿时愣着。 在他的回忆里,陛下还是个太子。 他带着小时候的裴倦颜和杨赠,一起打柚子玩。 没想到,落下的柚子正好砸中了他。 听完他的回忆,其他秀女纷纷表示不屑。 他立即为自己争辩。 要不是发生那件事,我已经是太子妃了。 一名秀女十分困惑。 什么事啊? 八年前的皇宫爆发了一场瘟疫。 九岁的太子为了保命,只好毕于深宫无人见过。 秀女听完大惊失色。 那真的只是瘟疫吗? 顾碧云出声回答他。 先皇这么说,谁敢反驳。 后来先帝暴毕才重新找回了陛下。 顾碧云说得有理有据。 可陛下却对这件事闭口不谈。 一直到今天,顾碧云的话,无异于抢了彭宝珠的风头。 宫女在这时拿着糕点回来了。 可顾碧云和彭宝珠直接转身离开了。 此时的皇帝寝宫里,他还在批阅奏折。 他省了个懒腰,放松一下身体。 他这才发现,外面已经天色大亮。 看来明天是个好天气。 他呆呆地望着天空。 忽然,一道诡异的光亮闯进了协方殿。 整个协方殿都被绿色的光芒所笼罩。 第二天一早,协方殿就传来一声尖叫。 彭宝珠的脸居然变成了绿色。 几乎同一时间,所有的秀女都中招了。 听到消息的阿罗急忙赶了过来。 污住阿罗,奉国施之令前来。 他的声音十分平淡。 康王叔收起折扇。 原来你就是阿罗。 这个小美女自己竟然没发现。 康王叔感到十分惋惜。 阿罗姑娘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康王叔说完,他立即点点头。 想到秀女的惨状,康王叔心有余悸。 连太医都束手无策。 先让阿罗看看各位秀女。 他决定侦破此案。 宫女带着他敲响了彭宝珠的房门。 可彭宝珠却给他们吃了一个闭门羹。 他有些困惑,但还是前往下一个秀女的住处。 另一位秀女正抱着枕头,大声哭泣。 他开门见山。 你是想做皇妃吗? 秀女直言,进宫就是来做皇妃的。 他再次追问。 为什么要做皇妃呢? 秀女满脸花痴。 因为做皇妃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可是一想到这张绿脸, 秀女顿时哭晕了过去。 他又来到墨兰的住处。 墨兰倒是十分淡定, 和他侃侃而谈。 墨兰对皇妃不抱希望, 做个美人就很满足了。 他简单了解之后, 便起身离开了。 顾碧云看到他的到来, 感到十分震惊。 你看样子你还不到十六岁吧? 顾碧云的话里全是不客气。 他没有回答, 而是仔细瞧着顾碧云的脸。 顾碧云觉得这是陛下的试探, 是一场阴谋。 难道陛下真的有什么恭维秘心不为人所知? 想到这里, 顾碧云害怕极了。 他看着神神叨叨的顾碧云离开。 忽然, 顾碧云停了下来。 我顾家女子是不会认输的。 这没来由的一句话, 让他愣住了。 躲在角落的彭宝珠直接笑出声来。 顾客间, 两个女人的战斗又开始了。 了解完情况的他, 又站在花园看着游动的鱼儿。 他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 没想到, 不死心的彭宝珠居然找了过来。 看着他不失粉黛的脸, 彭宝珠生出一种危机感。 原来, 彭宝珠误以为他是来试探态度的。 他却问彭宝珠为什么想要当皇妃。 彭宝珠顿时大笑。 我可是来续前缘的, 皇妃非我莫属。 想到这里, 彭宝珠害羞起来。 他也得到了答案。 想起今天的收获, 三天之后就能抓获真凶。 转天, 宫女再一次敲响了彭宝珠的房门。 可门里始终无人回应。 屋里的彭宝珠早已身亡。 顾碧云绿脸上无比诧异, 不停重复死了一词。 他的眼角溢出不敢置信的泪水。 彭宝珠他怎么会死呢? 康王殿下一脸歉意地躬身, 闭着眼睛沉声大喊皇帝陛下。 竟然发生了这种事情, 侍臣办事不力。 皇帝阿昭若有所思地回头, 全身都变成了绿色。 你是说死因是协会扩散入体。 康王殿下直言侍臣的猜测, 毕竟秀女脸面变绿之事已是悬疑。 听到屋柱姑娘调查此事时, 阿昭的心脏顿时猛地缩紧。 但他还是让皇叔平身, 此事错不在你。 那暴毕的秀女是彭宫的孙女。 先不要把消息传出去, 眷言想想此事该如何向彭家交代。 顾小姐发了风般冲向前殿, 不顾形象地大喊康王殿下的名字。 秦莫兰也带着面纱走向前, 突然高呼一声正在争吵的顾姐姐。 顾碧云回头提醒他, 彭宝珠死了, 你知道吗?浑身都变绿了。 我们也会吗? 他不可控制地浑身开始发抖。 秦莫兰把他带到自己卧房, 我们一起在这里等王爷回来吧。 顾碧云边颤抖边回忆彭宝珠, 我和他从小斗到大, 我本以为会在缠斗上半辈子。 他为了压制体内的惊恐, 端起茶杯就想清理一口。 没想到他还没喝到嘴中, 远处突然传来急忙阻拦的声音。 吓了一跳的顾碧云, 刷得一下站起身, 毫无预兆地把茶杯摔在了地上。 他回头反问小丫头屋住大人, 这茶水可是不妥。 阿罗摇头表示不知, 只是我刚从彭宝珠小姐房间过来, 在他桌上的茶汤里发现了一些东西。 随即他又弯腰蹲下身, 用一只盛开的花朵测试水里的东西。 顾碧云等二位小姐顿时一惊, 花竟然变绿了。 看来这杯茶里也有毒。 阿罗拿着花朵小心查看, 利用超强的嗅觉也并未发现什么。 于是他对着两位小姐摇摇头, 此事还要请康王殿下相查。 阿罗是来提醒各位, 但凡入口之物, 可用鲜花是毒。 只是这毒和你们的脸变绿有些关系, 但又不尽相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阿罗带着满肚子的心事来到殿外, 趴在栏杆上细细地思索。 为什么那种毒会出现在这呢? 想不明白, 要不回去问一下国师大人吧。 不过国师大人肯定会让我自己再好好想想。 他忽然听到了身后的声音, 于是在转身查看的同时, 那道身影直接冲了过去, 并且一下子堵住了他的嘴巴。 原来这位黑影竟然是皇帝阿昭, 低声称怪阿罗笨蛋, 别作声。 阿昭小心翼翼地告知小阿罗, 不要让人发现正在这儿。 被捂住嘴巴的小阿罗悄悄点头, 嗡了两声表示知道, 我会小声一点的。 阿昭在内心又喊了句笨蛋, 接着转身询问对方, 听皇叔说发现了奇毒, 不会有危险吧。 阿罗举手示意不要紧, 我已经告诫大家, 吃东西前要先咽一下毒。 阿昭却吐槽你这么爱吃, 要格外当心啊。 阿罗眨眨自己的痘痘眼, 你是担心我, 所以特地偷偷溜出来提醒我的吗? 嘴硬的阿昭表示, 不过是来看看宫里有多少美人, 恰巧看到巫柱大人在这里而已。 谁知阿罗情绪忽然违靡, 阿昭你会让他们做你的皇妃吗? 没想到他会这么问的阿昭, 目光不解地顺着视线看了过去。 在看到阿罗情绪低落的那刻起, 他也瞬间变得担忧起来。 于是, 他十分动容地抚摸阿罗的脸蛋, 你这是什么表情? 阿罗支支吾吾地告知阿昭, 他们都不喜欢你。 阿昭顿时打了一个机灵, 如数地锋芒竞数收敛。 分封后宫是朝臣士族与朕相互牵制的手段, 不过是帝王的职责罢了。 他摸着阿罗的脸蛋, 心想真是好柔华的肌肤。 阿罗不知情地在他怀中抬头, 气势冲冲地大喊, 这样不好。 阿昭情不自禁地凑上前, 清秀他若有肆无的幽香。 感受到这是为让他心烦意乱的女人后, 他不爽反问, 那你呢? 你不是拒绝证了吗? 阿罗当然不知道自己是何种情感, 但阿罗有点心疼阿昭。 阿昭顿时一颗心疯狂跳动, 无法忍受的他直接俯身亲吻这位女子。 一吻作罢, 但他悸动的内心无法平息, 抚摸阿罗的脸蛋又想再次亲吻。 随后又在内心感慨, 阿罗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他还当正是九岁志童吗? 被人尽情索吻的阿罗忽然一震, 脑袋上竟然冒出了两只耳朵。 阿昭捂着嘴唇, 生气大喊米咬阵。 另一边捂着耳朵的阿罗, 只好软软地道歉。 被转移视线的阿昭起身离开, 是朕冒昧了, 时辰不早了, 朕回宫了。 原本为了不被发现, 而捂着耳朵的阿罗, 忽然在他离开后放下了双手。 丛林中的一个黑影惊呼是他, 原来是这个巫女。 不仅发现了我的毒, 还勾引皇上。 她才是我成为皇妃的最大阻碍, 我一定要杀了她。 正在前往寝宫的阿昭忽然长嘶一声, 似乎是不敢相信阿罗居然咬人。 他刚还在心想笨蛋的嘴唇好软, 没想到身侧竟然刮起一阵凉风。 阿罗当然没有站在原地发呆, 而是把突然冒出来的耳朵急忙收了回去, 紧接着又摸了摸自己的小脑袋, 心想要是被看到的话, 说不定还会被赶出皇宫。 阿昭他一定不会再理睬我了吧。 这时一把小匕首被某人攥在手中, 慌忙回来寻找阿罗的皇帝陛下, 找寻一圈终于发现了阿罗的身影。 他看向坐在地上的阿罗, 心里不由地生起小小的吐槽, 果然在发呆。 还没等他呼唤阿罗的名字, 就看到了一个黑影拿着匕首, 悄悄袭击阿罗的后背。 情急之下皇帝大喊一声阿罗, 顿时令还在发呆的阿罗瞬间回审。 于是他在急忙回头的同时, 瞬间用灵活的身体躲开了这次偷袭。 但所避开的动作过于急切, 让他一屁股摔在了地上。 不明所以的阿罗强忍住痛意, 悄眯眯地睁开眼睛小心查看。 没想到这位偷袭自己的人, 竟然是那位对皇帝不感兴趣的秦莫兰小姐。 阿昭不管不顾地向他伸出手, 示意阿罗顺着自己的手臂站起身。 秦莫兰忽然眼神一亮, 明黄色的衣衫, 不足若冠之年, 是皇上。 他把阿罗拥入怀中不爽质问, 你是什么人? 为何行刺阿罗? 秦莫兰直接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并且对着皇上猛磕三的响头, 秀女秦莫兰叩见陛下。 莫兰不过是想与巫柱大人玩呢? 显然皇帝并不信这套说辞, 手持戾气鬼鬼祟祟, 你还作何狡辩? 秦莫兰低着头跪在地上, 文言后支支吾吾的, 不知道要如何解释。 躲在皇帝身后的阿罗忽然出现, 十分好奇这位秦莫兰小姐。 皇帝虽然不明白她的用意, 但也并未阻止她忽然走向前。 他凑到秦莫兰身边秀了秀, 引得对方疑惑称呼巫柱大人。 没想到阿罗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竟然是秦莫兰小姐好臭。 她慢悠悠地直起身, 这个臭味是你身上藏着吧? 你杀害了彭宝珠小姐, 企图杀害顾碧云小姐的毒。 她想起了二人的鄙夷怒骂, 哪里来的臭土包子? 她也是秀女。 不知道她在想什么的阿罗, 秉承好心再次喊了几声秦莫兰小姐。 哪知秦莫兰忽然提起自己, 莫兰来自月龙秦家, 我家也曾是名门望族。 我也是像娇花一样被养大, 凭什么我要向他们伏地做小? 明显不关心这个的阿罗, 直接反问那毒, 你是如何得到的? 秦莫兰露出了阴森的目光, 直呼这一定是天意。 不知为何一夜之间, 秀女们的脸都变成了绿色, 大家都说是协会作祟。 我突然想起, 在来黄兜途中, 有一名小货狼送给我一瓶药。 阿罗瞬间提起警觉, 竟然是一位货狼吗? 几滴就能治人死地, 死后全身会变成绿色, 真是太巧了。 秦莫兰突然阴侧侧的低效, 既然大家都相信协会之说, 就没有人怀疑到是我下毒。 他慢慢用手支撑住身体, 攥着匕首, 开始止不住地颤抖。 他一张绿脸狠狠猝眉, 藏起来的决心, 是想要把阻碍全部除掉。 于是, 他又不动声色地攥紧匕首, 随即像个疯子般高举匕首, 似乎只要能够刺下去, 他就可以成为皇妃。 关键时刻, 皇帝突然抽出身上的佩剑, 然后将阿罗挡在自己的怀中, 直接就将手中的长剑挥了出去。 秦莫兰惊恐地瞪大眼睛, 抬头看着常见的主人。 之后, 他忽然低下头, 扶了扶耳旁的秀发, 缓缓叫了声陛下。 皇帝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你的灵魂已经臭不可闻了, 还妄想坐镇的嫔妃。 听到这句话, 他终于忍受不住, 眼中染上一层泪水, 然后开始痛哭起来。 与此同时, 一位头戴草帽的男人, 看着下面发生的事, 随即气了一声, 这样就歇菜了。 还以为能给我多找点乐子呢? 真没劲。 之后他拿起手机, 对着上面的挂键开口, 你说什么小雷? 有趣的事情。 听完他的话后, 他无奈地表示好吧, 然后便让小雷使出技能, 让我来给他一点力量。 话音刚落, 便响起一阵清脆的铃声。 另一边的师傅, 突然察觉到一股气息, 猛地睁开了眼睛, 然后换了声童儿, 仙童立即走上前去。 这时他看到天空中有一抹淡绿色的光柱, 师傅您看那股气是什么? 在经过小雷的技能后, 秦莫兰突然变得疯狂起来, 我要成为皇妃, 凭什么我就不可以。 皇帝看着他的样子, 顿时感觉到一股不祥, 怎会突然这般? 这时, 秦莫兰突然朝两人冲过来, 不管是谁都不能妨碍到我。 见到他的样子, 皇帝立即大喊一声威胁, 然后直接将手中的长剑刺了出去。 但没想到长剑在碰到他周身的气息后, 竟然出现树刀裂缝。 草帽男看了一眼手中的手机, 已经这个时候了, 我可要闪人了。 小皇帝不会就这么被弄死吧? 就这么挂了也很无聊啊, 还是自求多福吧。 说完他的身影便慢慢消失了, 这边皇帝的剑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 他看着徒手抓剑刃的女人, 如何来得怪力? 变成妖怪了吗? 他立即便让阿罗赶快离开。 但等他扭过头去时, 却为之一了。 只听阿罗念出一道咒语, 瞬间一股气体出现在他们的中间。 秦莫兰转身看向身后, 什么东西不痛不痒的。 阿罗此时还在维持着施法的姿势, 看来普通的驱魔咒, 好像无效啊。 而女人再见到他以后, 突然疯了一样, 朝他冲过去, 是你, 我要杀了你。 见状, 阿罗便再次开始施法, 只见他双手紧握着默念咒语。 随着秦莫兰体内的魔力渐渐消失, 他也恢复成了普通人的样子。 之后便扑通一声, 迎面倒在了地上。 皇帝经过刚刚那一列震惊眼球的画面, 眼神专注地看着阿罗。 走到秦莫兰的身边, 对了, 该拿他怎么办呢? 我可扳不动他。 皇帝这才缓缓开口, 问出自己的疑问, 你把他怎么了? 阿罗解释, 他只是把不属于秦莫兰的东西吃掉了, 但他的身体承受不住, 所以就昏倒了。 文言皇帝一直看着他, 却是沉默不语。 虽然心中早已一次次确认, 他绝不是寻常女子, 但当亲眼看到时, 仿佛什么东西疏然沉底。 他告诉阿罗, 刚才动静不小, 稍后便会有人过来, 朕回宫了说完便转身就走。 阿罗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急忙开口, 阿招等等我。 但还不等他说完, 突然他觉得自己的腹中出现一丝异样, 让他忍不住想要呕吐出来。 刚离开不远的皇帝听到声音, 立即担忧地扭头看去。 看到他紧捂着嘴巴, 发出一阵呕吐声, 急忙询问怎么了。 只见面前的阿罗缓缓开口, 凭什么我不可以做皇废? 我不甘心。 皇帝站在对面, 听着他自言自语的声音, 有些不确定呼喊着他的名字。 下一秒阿罗猛地吞咽了一下, 周身的绿光便消散掉, 恢复成他的本来模样。 但经过刚刚的压制, 他的体力有些不支, 身体变得摇摇晃晃的, 然后倒在地上。 皇帝见状便要伸手扶住他, 最后却又止住脚步。 他并非是个凡人, 想到着他紧握着拳头, 缓缓收了回来。 钟不过是朕自作多情, 于是他只能站在原地询问他没事吧。 听到阿罗的声音后, 这才放下心。 阿罗向他解释, 刚才吃下午的那些力量, 残留着秦莫兰小姐的一些感情。 极度憎恨不甘, 还有悲伤, 好多的悲伤。 他被这些悲伤的情感影响, 双眼泪如雨下, 阿罗能吃下很多力量, 唯独情感如此难以下眼。 听到他的这些话, 皇帝突然朝他走过来, 然后伸手捏住他的下巴。 不等阿罗有所反应, 便低头朝他靠近, 然后吻了上去。 阿罗一边被皇帝吻着, 一边忍不住发出笑声, 只见他将手放在自己的头顶处, 然后啪的一声, 用力拍了下去。 一吻过后, 两人四目相对着, 皇帝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然后纠结地看着他, 正这般是否也令你难以下咽。 若是如此正变, 不等他说完, 阿罗突然主动对着他的唇部吻了上去, 并说了一句好吃。 听到这句话, 皇帝顿时脸红起来, 然后紧紧地将他抱在自己的怀中。 阿罗被抱得太紧, 有些喘不过气来, 便开始挣扎, 着想要离开。 这时, 身后走来两个人, 仙童看着这一幕, 假装咳嗽一声。 听到声音, 阿罗立即探出脑袋看了过去。 是童童, 还有国师大人。 国师此时抬头看着那边的屋顶。 阿罗看到背对着自己的两人, 忍不住开口询问, 国师大人, 您在看什么? 国师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只是自言自语着, 果然已经离开了呀。 听到他的话, 阿罗露出一脸的疑惑。 这时另一边传来声音, 王爷那边有人。 等那位王爷带着一群侍卫过来时, 见到站在内的皇帝, 瞬间待在原地。 陛下您怎么在这儿? 还有巫柱姑娘, 听到他的话, 皇帝闭着眼睛并不回答他。 接着, 他又再次看向另一边, 那是小仙童和国师。 心中一阵国师居然出塔了。 皇帝这时看向身后, 那边的女人是凶手, 叫人把她带走吧。 见状国师便也要离开, 皇帝见状立即出生, 国师请留步。 朕请国师借一步说话。 于是, 两人便来到一棵大树下。 王爷看着国师的样貌 忍不住脸红起来。 国师真是仙子不凡, 可惜竟是男子。 听完皇帝的话后, 国师只说了一句话, 圣意即是天意, 目谋领命。 这边士兵将晕倒过去的秦莫兰抬走。 王爷语气充满吃惊, 没想到秦莫兰是下毒杀人的凶手。 屋住姑娘秀女们脸变绿是怎么回事。 听到她的疑问, 阿罗看向别处, 这个妈明晚便知晓了。 第二天夜晚, 空中突然划过一丝绿色的光芒, 接着便落在一个屋顶处。 皇帝和王爷一脸吃惊的, 看着阿罗在和一只九节狼交流。 突然花爷爷看向皇帝, 凶狠地瞪了他一眼, 然后摸着自己的胡子。 昨晚阿罗来找老夫的时候, 沾染了一身他的气味, 混账小子。 皇帝看着离开的花爷爷, 心想刚刚他是不是对朕哼了一声。 这时阿罗打开花爷爷拿过来的布袋, 元凶就在这个袋子里, 只见里面有一只白色的小妖, 他叫绿锅梨, 是一种草木精。 别看他小小的, 脾气很坏的。 很久以前绿锅梨就喜欢用耳朵上的枝叶, 把人的脸变绿。 接着, 他一把将那小妖拿起来, 绿锅梨现在已经很稀少了, 也不知他是从哪里跑出来的。 突然, 阿罗将绿锅梨耳朵放在嘴巴里, 他们的耳朵很甜, 类似梨子的味道。 将他的两只耳朵咬下来后, 绿锅梨就变得乖巧起来, 不过过几年耳朵还会长出来。 这时, 绿锅梨趁阿罗不注意, 蹭的一下就跑了出去。 皇帝这时看向阿罗, 神情猛的一阵, 阿罗你的脸变绿了。 但阿罗却丝毫不在意, 这绿色三日之后会自行消退, 不过吃太多也不行。 忽然王爷凑了过来, 即使小脸变绿, 巫柱姑娘也很可爱。 次日秀女们的脸都恢复成了正常颜色。 之后, 秦莫兰也醒了过来, 但她却变得如怒偶一般呆滞, 赠药的货郎也变无处可寻。 混乱过后, 选秀之势有些进退两难, 王爷却坚持不懈一直劝说着, 选秀之势不能再耽搁了, 还有树路秀女等着进宫呢? 就在仙童出现在门外, 陛下琉璃塔仙童求见。 见到来人后, 皇帝终于有了反应, 快请。 仙童向他禀报, 近日宫中屡献一响, 国师问天求补亏得玄机, 地劫原因成是天意。 吴皇三年之内不宜选秀。 听到这王爷瞬间呆愣在原地, 于是一场本该轰轰烈烈的选秀, 就这么结束了。 一位女子将手中的簪花放在胸口处, 身后走来一位小丫鬟, 该出宫了顾小姐。 不过因为选秀终止得太突然, 皇帝影集不至的留言, 传得更广了。 草帽难看着下方的宫殿, 好像有点意思了。 是吧小雷? 那我们后会有期。 说完便直接消失了, 只留下一顶草帽落在地上。 你轻点, 一会我家小姐还有事找我呢? 房间里传出红衣的声音, 而她身后的男人, 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她的猎物。 另一边, 方容等人在花园里吐槽这次选秀。 急于出圈的都是官宦女子, 真正名门出身怎会如此不矜持? 方容正大声吐槽, 不过说到名门出身这件事情, 她说到这里顿了顿, 突然, 影之的出现打断了她。 因为影之就是她口中所说的名门出身, 祖上出过三位皇后。 别看影之的祖上有着无上荣耀, 可惜也是个花瓶而已。 影之小姐, 来这边。 听到她的呼唤, 影之急忙转身望去。 蒲丛要从院北出去, 怎么不见你的蒲丛? 听完她的质问, 影之行礼之后便要去寻找红衣。 没想到, 她直接踩住影之的裙脚。 你们看, 这个名门出身的大小姐, 懦弱无能。 她肆无忌惮地嘲讽影之。 正在云语的红衣, 听到了影之的呼唤, 慌忙催促身后的男人离开。 小姐, 我在这里。 她推门朝着影之喊道, 影之怯生生地走了过来。 红衣, 你在这里啊, 她没有欺负我, 我不想参加什么茶会了。 可她却头也不回, 自顾地提炼着自己的功法。 而从她口中, 居然爬出一只魅虫。 小姐, 我的魅虫已经停止生长了, 怎么找人欢愉都没用, 这可如何是好。 她十分忧愁, 难不成是因为我出身寒威, 无法将魅术练到登宫造极吗? 都是我没用, 身为大小姐, 连祖传秘书都不会。 影之也十分为难, 见到影之如此自责, 她急忙前来安慰。 不必难过大小姐, 我会一直陪着您的。 听到这里的影之, 很是感动。 另一边的御花园, 阿昭正和杨正切磋武艺。 或许是技高一筹, 或许是心有顾虑, 杨正分分钟败下阵来。 陛下今日招招狠利, 是想动真格吗? 杨正一脸认真, 如果您来真的, 就给我把重剑, 这个我用不惯。 杨正看着她, 听闻此话, 她一脸落寞, 这里都是些普通冰刃而已。 杨正察觉到了她有些不对劲, 关切地询问她。 您好像有心事。 杨正, 你还记得大药神剑的传说吗? 她突然提起这个话题。 大药乃我祖上建立, 传说是古神后裔, 先祖以血济之, 后斩杀大蛇, 就百姓于危难。 先祖让此剑受万人供养, 只是父皇喜欢大权独揽, 所以废掉了祭剑的活动。 只不过, 那把剑上面, 居然有一块秀剂。 毕竟是传说, 如今这世上, 不乏有能人一世。 但你我, 却只是庸碌无为之辈。 杨正看着她, 一时间不知说些什么。 正在这时, 杨正突然朝她发起攻击。 原来, 杨正想用继续鄙视的方式 打断她的精神内耗。 与此同时, 裴眷延已经在大殿恭候多时。 另一旁的延坊有些不耐烦。 皇上什么时候到啊? 皇上正和杨将军比武。 裴俊延回答道, 现如今, 范夫走卒都在议论国事, 陛下还有咸心比武。 严坊不屑地阴阳怪气。 心造先王陵的事, 陛下停止数月, 朝中老臣多有不满。 裴大人您不劝劝吗? 严坊再次发难。 眼看两人就要争执起来。 他及时出现。 裴眷延和严坊见状立刻行君臣之礼。 陵墓乃先皇一愿, 里面奢华至极, 未免劳民伤财, 朕先看仗策在意。 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陛下真乃万名之福音, 只是若无先皇, 何处显得您恩威并失。 严坊的话里有话,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一个右相居然敢如此逼迫自己。 裴眷延凑到杨增身旁而语。 你们可算来了, 严坊有辈而来, 你快想办法。 先祖一训, 皇族就是要守护百姓, 为了巩固民心中, 朕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事。 他决定以退为进。 什么重要的事情, 不妨陛下说来听听。 严坊阴冷地看着他。 神剑祭天, 神剑所护者天下明星也, 朕决意恢复祭剑, 以延续先祖一致。 他说出自己的决定。 杨增和裴眷延文听此话, 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见到他如此坚决, 严坊只好冷哼一声。 另一边的琉璃塔, 国师叫来自己的童子, 命令童子去准备神剑圣祭的东西。 这一幕, 却不巧被角落里的阿罗听到。 他似乎还是第一次听到神剑圣祭这个事情。 圣祭源于大药皇族开过先祖斩蛇的传说, 天子祭剑万民同庆。 圣事的时候, 圣祭更是成为了一个盛大的节日, 宫中和民间都会有比赛。 小童告诉他, 圣祭一世由国师主持, 身为巫柱的你也要练习。 原来这就是神剑圣祭啊。 他听完恍然大悟。 不过话说回来, 以前宫里时常会热闹那么一阵子。 他回忆起曾经的盛况, 会有笔剑和袖彩带什么的, 还有好多美食。 听到有美食, 他高兴极了。 小童又说起先皇的政策。 先皇不喜欢高祖的政策, 所以三十年没有圣祭了。 毕竟是两个小孩子, 圣祭这么重要的事情, 居然都探讨起了吃喝玩乐, 国师有些无奈。 此时的宫中, 阿昭正带着杨赠和裴倦岩召开秘密会议, 想办法对付盐坊。 陛下, 盐坊的仗策做得十分缜密, 我们找不到破绽。 裴倦岩十分苦恼。 最近听密探来报, 御灵深处守备森岩, 还需要多花功夫打探。 杨赠, 你的意见呢? 他看向杨赠, 我要准备参加笔剑大会。 很明显, 杨赠和他们不在一个频道, 两人也是满脸黑线地看着他。 你够了, 圣祭的事情交给礼部就行, 我们先商量先皇御灵的事。 裴倦岩发飙了。 算了, 还是先笔剑吧。 没有密探来报, 我们也没办法向前推进。 他顿了顿后, 看向两人, 说起笔剑, 不知朕能否参加。 他面带惆怅, 犹豫自己要不要参加。 裴倦岩立即劝他放弃。 陛下可知道天子祭剑的行程吗? 祭剑之前, 须摘木十日以表成性。 他听完顿时愣住了。 摘木的第一天, 城墙下面源头攒动。 无数百姓都想一睹当今天子的真容。 朕即将前往清新宫, 静木身心摘戒十日。 他朝着百姓大声宣布。 裴倦岩站在他身后。 陛下请放心, 如有大事微臣, 定会向您禀报。 康王叔也补充两句。 清新宫都已安置妥当, 陛下可安心放松。 当他回头看向康王叔的时候, 发现他满脸都是不怀好意的笑容。 随着一声起架响彻云霄, 天子的车架浩浩荡荡朝着清新宫驶去。 此时的影之正参加完茶会, 正好和天子的车架擦肩而过。 看他不停张望, 红衣不禁想打拒他。 小姐, 你看到皇上了吗? 皇上那般优秀, 可惜流言缠身。 红衣十分惋惜, 他急忙为皇上辩解。 胡说, 不过是一些流言蜚语。 红衣见他动了气, 索性不再谈论这个话题。 幸好过几天, 就是秀涛华颜了。 他不停在心里安慰自己。 秀涛华颜是天下女子们的盛会, 拔得头筹的人还有机会面见圣上参加祭奸大典。 红衣在这时提起尹家曾经的三位皇后, 都曾在秀涛华颜上获胜。 听到皇后两个字, 她的眼睛瞬间亮了。 这时,车外的婢女前来禀报。 小姐不好了, 有人拦车闹事。 闹事者见红衣身材曼妙, 立刻出声调戏她。 小娘子你还真来了? 闹事者随即拿出一条手帕。 这是我捡到的, 是你的吧? 你在哪捡到的? 他急忙追问闹事者。 闹事者没有回答, 开口就要一千两银子。 是谁教你这么说的? 能不能告诉我? 他施展出魅术, 准备套出幕后之人。 随着他嘴里的魅虫不断吞吐, 发出一阵绿光。 闹事者瞬间晕倒在她的身上。 眨眼间, 闹事者就全都交代了。 手帕是一辆马车上抛下来的。 车里的女人, 让我在这等你们。 那女人说, 这手帕值很多钱。 听到这里, 她忽然笑了。 看来这件事, 少不了芳蓉小姐在暗中捣鬼。 捣向是她的办事风格。 已经没有了价值的闹事者, 被她狠狠推到一边。 她看着手里的手帕, 决定还是烧掉为好, 以防又被有人知人利用。 车上的影只小声询问她处理得怎么样了。 她说完没事后, 便催促马车尽快回去。 此时的清新宫里, 只有阿昭一个人。 这难道要在这里摘目时日吗? 她看着周围的一切, 感到不可思议。 四下环顾一圈, 她连一个宫女的身影都没看到。 不远处的温泉散发着阴晕的雾气, 让她不自觉想要靠近。 她吞去了衣服, 直接沉在温泉水底, 开始冥想。 记忆中的, 她又变成了孩童时期的模样。 她便哭得不能自已。 忽然, 阿罗的身影映入眼帘。 想起那个神秘温柔的女子, 她的心忽然乱了。 她猛地一跃浮上水面, 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她疯狂甩了甩头, 想把那些以你的想法都甩掉。 这时, 一条毛巾贴心地递到她的身边。 她不可置信地回头望去, 发现身后的人居然是阿罗。 你怎么会在这里? 阿罗十分淡定。 康王殿下让我过来, 因为天子摘目也是仪式的一部分, 需要祖物私质。 想起康王殿诡异的笑脸, 她心下已经了然。 果然都是王殿搞的鬼。 她烦闷地接过阿罗手中的毛巾。 震沐浴不需要服饰。 可下一秒, 阿罗竟然也跳进了温泉池中。 阿罗, 你在干什么? 突然的举动让她顿时猛了。 阿罗死死搂住她的脖子, 不肯从她的身上下来。 两个人的呼吸在互相纠缠, 连温度都上升了一些。 阿罗突然展开笑颜。 这温泉好舒服啊。 她看着阿罗天真无邪的样子, 连发火都忘了。 阿罗见她脸色不太对劲。 人不穿衣服就是不雅。 所以我穿衣服来泡, 有问题吗? 阿罗说完开心一笑。 这些事情我都知道, 阿昭就别生气了。 她只好解释这池子不仅仅是沐浴用的, 还能感悟世间的奥义。 所以, 池子有些深。 为了防止阿罗枪到水, 她牵起阿罗的手带她来到台阶处。 两个人的身影依偎在一起, 看起来暧昧极了, 只有阿罗还是一脸单纯。 你好好泡一回吧, 朕先出去了。 她说完, 就踏着台阶离开了。 阿罗看着她的背影, 吞吞吐吐, 不知想说些什么, 却没有开口。 感到难为情的阿罗, 直接把脸埋进了水里。 你刚刚不是说要一起泡吗? 听到阿罗的话, 她的动作瞬间停住了。 突然, 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引起了她的注意力。 是两个太监不知道在鼓道些什么。 王爷说要摆在皇上看得见的地方。 两个太监小声争执着, 敢给皇上下药你难道不要命了? 她听了些直言片语, 便已经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们只是来送饭的, 什么都不知道。 两个太监急忙撇清自己。 春宵完, 居然是这种东西。 她看着手中的药瓶有些无奈。 身后传来阿罗的声音。 阿昭, 我泡好了, 真的好舒服。 一道道美食被放在了餐桌上, 里面竟掺杂着绿油油的健康菜系。 无肉不欢的阿罗拿起小筷子, 放在嘴巴不知道要宠幸哪一道。 不过饿着肚子的她还是夹起一块, 放在嘴里认真的嚼嚼嚼。 没想到美食在口腔中绽放, 令她开心地看向阿昭, 味道还不错。 藏有心事的阿昭淡淡点头, 像是不敢与一同吃饭的女子对视。 阿罗露出担忧的神情, 你胃口不好吗? 素菜虽然很好吃, 但还会想吃肉吧? 不知道是哪位吃货的感慨, 竟然要在这里待够食日。 二人吃饱后, 就来到了庭院, 十分轻易地坐在一起欣赏夜景。 阿罗歪头轻声感叹, 这宫里都没有其他人了呢? 当送斋菜来的人, 跑得比兔子还快。 她想看到男人的反应, 但等了好久, 都感受不到任何波动。 于是不甘心地阿罗探头查看, 凑到她的面前疑惑反问, 你在想什么呢? 原本闭着眼睛思索事情的阿昭, 顿时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她默不作声地伸出手, 轻柔地抚摸阿罗柔嫩的脸蛋。 只见她忽然俯身低头, 强迫阿罗抬头后, 一脸动情地吻了上去。 宫墙围起的空击一鱼, 只有他们二人, 就和当年一样。 那段看不到明天的黑暗岁月, 因为它变成了两个人的桃源幻想。 小时候的阿昭红着小脸吐槽, 阿罗这么老, 都快要能许配原家了。 我今年九岁, 过几年就是大人了。 正好这些时间你还耐长长胸。 只是当时少年懵懂得记懂, 不知何时已经化为是魂的赤眼。 一吻作罢, 阿昭轻轻贴上她的鼻尖, 促使小美人与自己对视。 你可知, 朕想对你做什么? 朕已不是孩童, 你怎能如此毫无防备? 听到阿罗说她不是坏人, 皇帝瞬间都气笑了。 朕可不是什么好人。 阿昭无法克制住涌出的爱意, 半眯眸子把她的模样刻在心里。 她清秀阿罗一侧的肌肤, 沉生发问你究竟是什么人呢? 如果现在朕就要了你, 你是不是就再也不会离开? 男人在她脖梗处咬出一个吻痕, 令阿罗完全不知道要如何应对。 某种生起的情愫相互交织, 阿罗脑门上顿时冒出两只毛茸茸的耳朵。 她面色潮红的一动小眼神, 默默动了动自己冒出来的耳朵。 无比虚弱的她伸出颤抖的小手, 边摸耳朵边叫喊, 不行了。 阿昭当然不允许她的反抗, 于是直接伸手抓住她的手腕。 阿罗在她怀中胡乱挣扎, 一乱情迷中的她忽然猛地回神。 反观阿罗还在挣脱她的束缚, 想要用小手挡住突然冒出来的耳朵。 阿昭哪里会给她这个机会? 翻身把她压在身下, 伸出手指触摸她的耳朵。 还不等她由衷地感慨一番, 没想到阿罗直接推开她的肩膀, 担惊受怕地慌忙逃跑。 这下子彻底清醒的阿昭, 站起身想要追出去, 跑出去的人竟然化作成一道流光。 花爷爷不明白变成人的样子有什么好, 而单纯的阿罗想要更了解人类。 回忆起花爷爷的警告, 让自己小心别露出破绽, 愚蠢又自大的人类, 最是排斥一己的。 阿罗内心很是迷茫, 我还有许多好吃的没尝过, 答应国师的事情也做不了了, 而且我也不想让阿昭讨厌。 原来他藏在了一处花丛中, 蹲在里面委屈巴巴地掉眼泪。 幸好阿昭及时找了过来, 这就是你的秘密吗? 耳朵很可爱啊。 眼泪汪汪的阿罗顺势抬起头, 撇着小嘴一下一下地抽气。 阿昭十分温柔地向他伸出手, 出来吧你想一直躲在这里吗? 阿罗刚把小手递了过去, 没想到男人反手一个猛拽, 瞬间把他拥入自己怀中。 身为皇帝的他开口解释, 方才我有些情难自禁, 吓到你了吗? 我早就猜到你不是凡人, 越是猜测越多恐慌。 直至方才看到了你的耳朵, 突然就释然了, 原来这就是阿罗呀。 我甚至有些高兴, 你可以将你的秘密都告诉我了吗? 阿罗露出一脸娇憨的模样, 我没有故意想瞒着你什么, 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阿昭文言表示理解, 我确实有许多事想问你, 等你想说的时候, 慢慢说与我听。 现在就让我这么抱着你, 不管你是谁, 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阿罗虽然不清楚, 不懂得情爱, 但此时却有些悸动, 把脸埋在了男人的怀中。 花叶叶男的露出为难的神情, 冲着月色连连叹息。 原来是人间碍玉, 这就是你想让阿罗经历的吧? 阿妩, 虽然没有等到对方的答复, 但花爷爷还是冷哼一声, 搜的一下不见踪影。 阿昭还在轻唤阿罗, 没想到你进入了琉璃塔成为巫柱, 先皇突然驾崩, 我才得以出进宫。 虽被拥为帝, 却根基尚浅, 你不入宫为妃, 也是好事。 朝中各种势力缔结已深, 若不能早日剔除击毙, 分化就挡。 如何能护得住你这个长耳朵的小妖精? 他悄悄捏了捏阿罗的耳朵。 他低头询问怀中的美人, 说起来你这究竟是何种耳朵? 片刻后等不到回答的他拉开阿罗, 没想到他竟然已经进入了梦乡。 阿昭顿时轻笑两声, 并在内心吐槽阿罗是个笨蛋, 真拿他没办法。 他抱着阿罗来到了寝殿, 入目所及的便是一张超大的金色床榻。 他把阿罗放到床榻里侧, 自己却躺在外侧默念轻心咒。 曾经无数次猜想, 阿罗是谁可能是凡人, 也可能是神仙或是妖怪。 如果是梦醒来以后, 会否又是孤身一人? 阿昭像是做了噩梦般, 猛地睁开了眼睛。 没想到阿罗竟然滚到自己身上, 就连那两只耳朵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怀中的阿罗忽然苏醒, 迷迷糊糊地睁开水汪汪的大眼睛。 阳光透过窗纱照耀到他的头上, 带着满腔的暖意轻柔开口, 阿昭早上好, 把这一幕深深记在心里的阿昭, 为此露出了最真心的笑容。 随后又在阿罗脑门落下一吻, 心想他的笑容是此生难舍的眷恋。 阿罗好喜欢他身上的味道, 于是在他身上乐呵呵地蹭来蹭去。 阿昭有些纳闷地眨眨眼, 似乎不明白自己是何种味道。 怀中的小阿罗贴心比喻, 比夏天成熟的果子, 秋天长开的蘑菇, 更好闻的味道。 影侄正在拿着针线绣花, 心想如此下去的话, 过两日就能绣好了。 这时, 门外突然出现一个婢女, 示意小姐放下手里的东西。 芳蓉小姐来访了, 影侄目光诧异地举起小手, 她怎么来了? 请她到前厅吧。 谁知芳蓉直接推开房门走了进来, 直呼不用请了, 我已经来了。 芳蓉表示自己闲着没事, 就想过来玩玩, 没想到你在绣箭头。 不愧是影侄小姐, 手艺比绣娘还好, 花色细密又雅致, 费了不少功夫吧。 影侄刚想出演阻拦, 这恶毒的女人竟然故意出手, 把剑涛划烂。 瞳孔地震的影侄愣在原地, 眼巴巴看着剑涛变成了破烂。 芳蓉走的时候还出演挑衅, 我怎么这么不小心, 真是对不住了。 影红一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 那个女人如此明目张胆, 太目中无人了。 影侄疑惑反问该怎么办呢? 若是重新秀起太过匆忙, 而且心境也无法平复。 影红一却表示自己学着绣了几针, 小姐若是不嫌弃, 可以拿去接着绣。 影之惊呼真的吗? 红一若是能帮我就太好了。 影红一不爽吐槽那个嚣张的女人, 频繁给小姐添乱, 烦人得像跳蚤似的。 恐怕秀涛华颜上都要惹是生非, 是不是该给她点教训了? 夜深人境内的黑衣人大喊不行, 府里的小姐咱可惹不起。 影红一面色阴柔地呕了一声, 真的不行吗? 只见她突然张开嘴巴, 里面的一个小绿球散发出凶狠的嘶叫声。 几位黑衣人顿时长吸一口气, 一脸痴迷的大喊好香。 影红一顺势来到他们的身侧, 柔软无骨的小手一寸寸抚摸他们的身体。 感受到黑衣人中计后, 她这才出言提醒, 都要乖乖听红一的话。 第二天一早, 小婢女们叽叽喳喳地谈论庄广侯府的丑事。 两个家奴不知怎么起了贼心, 半夜里摸到芳蓉小姐的闺房去了。 这是不知怎么的, 还传得人尽皆知, 听说芳蓉小姐要被送到尼姑安去了。 影红一大喊, 嚼完舌根了眉, 小姐嗅花累了, 叫厨房准备点糖水送进去。 被发现摸鱼偷懒的两位小婢女, 惊慌失措的的头表示, 马上去。 影红毫不知情发生了什么, 还在沐浴阳光中认真的嗅见涛。 五日后的唱园内, 一位男子扑通一声蹲坐在地上。 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杨赠将军胜。 裴眷岩突然走了过来, 杨赠又得胜了呀。 杨赠一脸的面无表情, 说出一句无趣至极的话。 裴眷岩一脸无奈, 我早说这笔剑不过是为了助兴, 谁如你这般一剑取缘要害的。 然后他拿出一朵红花递给了他。 杨赠拿着红花一脸的呆滞, 这是什么暗器? 裴眷岩扭过头, 让他看那边。 树上挂着木剑, 剑上石油彩涛。 你最终以哪条剑涛, 便把红花钉在那棵树上。 杨赠走到树前看了起来, 这些彩带不都一个样, 挂在剑上都是累赘。 裴眷岩解释, 挂在此处的剑涛, 都是高门闺袖绣制的, 他们也会出来露面。 这时, 人群中突然热闹起来, 看那是哪家小姐, 如此咸牙美丽。 忽然人们注意到, 他手里的帕子, 和那边树上的剑涛是同色的。 而那边的树上已经放满了红花, 却依然挡不住其他人的, 也要投给他。 一位小姐看到那边忍不住惊叹, 不愧是尹家大小姐啊。 剑涛秀得好看, 人也这么美。 循着热闹声, 裴眷岩也注意到了尹之。 之后三人碰面, 尹之主动向他们打招呼, 裴家哥哥杨家哥哥, 好久不见。 听到这裴眷岩, 才有些不确定的开口, 你是尹之。 尹之露出一脸的笑意, 太好了, 裴家哥哥还记得阿之。 今日真热闹, 可惜皇上正在摘目。 但不等他说完, 杨正却突然离开了。 裴眷岩只能露出一脸的歉意, 道歉尹之小姐。 尹之却表示无碍, 杨家哥哥仍是这样。 等两人离开后, 尹之却站在身后, 看着他们两人的背影。 这时, 一位小姐走来, 那杨正将军总是一副不知所谓的样子, 行事粗暴无礼, 很叫人讨厌吧。 接着, 他又主动介绍起自己, 我叫陆小卢, 是那位被女扮男装赶出去的秀女。 看他一直不停地说着, 尹之只能一脸歉意表示, 我现在就要回去了,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相谈。 但回去的路上他却迷了路, 这些树都长得一样, 该往哪里走呢? 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他身后, 然后替他指出一个方向, 你的树在那边。 健壮他立即表示感谢, 请问您是。 红衣男人眼含笑意地看着他, 闭人眼访。 听到这个名字后, 尹之立即反应过来, 原来是右相大人, 失礼了。 这时严访忽然拿出一朵红花, 接着便待在了尹之的耳旁。 尹某再次愈合尹小姐, 在秀涛华岩上夺冠了。 告辞, 说完便转身离开。 尹之看着他的背影心想, 居然遇到了尹大人, 他怎么会认识我呢? 这边裴眷岩在教育着杨赠, 你再懒得应对这些, 也该见个礼吧。 那是尹之你还记得吗? 他回忆起他们小的时候, 你那时和陛下还割过他的头发。 杨赠却表示女人太麻烦了。 裴眷岩一阵无语, 你这样以后怎么找媳妇? 听到他的话, 杨赠停下脚步, 你不也没找着吗? 裴眷岩顿时哑口无言。 下一秒, 杨赠就将手中的红花扔了出去, 这东西太麻烦了。 陆小如看着树上的红花一阵欣喜, 终于有花了。 就在这时, 旁边的树后突然出现一个人, 杨大人, 裴大人, 有信报。 文言两人立即变了脸色, 朝他看去。 眷延面色一沉, 派去御灵的探子, 失踪了。 此时清心宫内, 阿罗一脸认真地念着纪文。 等念完以后, 他用树枝代替祭祀用的长剑, 缓缓地朝前走过去。 身后的皇帝一脸无奈地, 坐在旁边看着他。 纪文我早就寄送下了, 何况祭典十一旁有理官, 你只要奉着剑站在一旁就可以了吧。 阿罗扭头看着他一阵生气, 皇帝陛下你, 怎么又坐下了? 此时, 你应该端木肃立, 然后他便要将他拉起来, 祭祀和礼仪对人类而很重要的。 这也是我作为巫柱的职责。 文言皇帝笑了一下, 好吧, 巫柱大人, 你扶正起来。 正当阿罗想要将他拽起来时, 一股力量突然扯着他。 然后, 他便一下子栽到了皇帝的怀中, 阿昭偷笑着开口, 小心点。 随后, 他又双手紧紧抱住他, 你这般冒冒失失的, 祭礼时耳朵露出来了怎么办? 阿罗立即看向他反驳, 才不会随随便便露出来呢。 要不是你, 亲我的话。 听到这皇帝顿时来了兴趣, 趁他不注意便吻了上去。 一吻过后, 阿罗红着脸颊, 说话磕磕绊绊的, 这么轻也不会。 我可是特意练习过克制令。 于是, 皇帝又再次吻了上去, 并且还加身力道。 是这样吗? 阿罗, 被他一次又一次地亲吻, 搞得脸红得像一颗苹果。 还不等他有所挣扎, 一只大手突然摸到了他的大腿部。 他顿时, 被这个行为搞得更加羞涩起来, 随即发出一个呢喃声。 下一秒, 只听啪的一声, 阿罗便被皇帝压倒在地上, 他急忙提醒他斋戒。 皇帝一脸无奈地表示知道了, 朕只是想看看你除了耳朵, 还会不会有尾巴之类的。 这几日可是什么都听你的, 一直在规规矩矩的斋戒眼里。 阿罗心想, 哪有规规矩矩的? 只见皇帝突然凑近他, 你这个傻不愣灯的小妖精, 才不会知道我忍得多辛苦。 这时阿罗一脸认真的看着他, 我不是什么妖精, 我是妖灵哦。 听到他的话, 皇帝突然停下动作。 忽然另一边传来声音, 裴眷言皇上当真在此摘墨。 怎么四处无人, 不会有错的杨赠, 我们去那边看看。 皇帝看着朝他们走来的两人, 心里一阵紧张。 等两人到来时, 皇帝已经带着阿罗, 认真的在地上打坐着。 但裴眷言却在他们两人之间, 秀出了一丝暧昧的气息。 见到来人皇帝便假装淡定地 让阿罗先下去。 而裴眷言则一脸尴尬地 看着他的演戏。 随后, 他们便将收到的那封信报递给了他。 皇帝看完以后, 看向他们二人, 此事可有证据与严访有关。 裴眷言垂下眼眸, 表示并无。 但严访格外关心玉灵, 总觉得和他脱不开关系。 严访自先帝时为右相至今, 其好谋善断心思缜密, 却对陛下有些冷淡疏离之意。 陛下已是天子, 且无皇子与陛下相争, 他意欲合为, 着实令人费解。 但皇帝却并没有直接下结论, 只是让他们再派人去探查。 旁边的杨增此时却紧紧地看着皇帝, 然后拿出一堆小药瓶放在桌上。 陛下, 我在这宫里一路上识到了这些东西。 接着杨增一脸怀疑地盯着他, 陛下不是来摘戒的吗? 皇帝急忙开口, 当然是了, 都是皇叔自作主张。 真要是真想做点什么? 哪用得着这些东西? 陛下严见状心中透露出些许无奈, 陛下的脸上写着不爽呢。 杨增这时突然叫过阿罗, 屋住姑娘有茶水吗? 那便立即传来皇帝的声音, 你唤他作甚。 很快, 阿罗便端过来三杯茶水, 放在他们面前。 然后, 将盘子放在身前, 乖乖地表示请用。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皇帝见到杨增还在盯着阿罗, 便咳嗽一声, 但杨增却突然开口, 很普通嘛我怎么记得, 陛下喜欢风云美人。 听到这话, 皇帝一脸震惊。 这时裴眷言看向她, 陛下可会那套为妃。 亦或者为后, 听到这皇帝的脑中, 突然犹如炸开一般。 裴眷言继续说着, 臣派人调查过乌柱姑娘, 指知是国师带来的, 但身世却全无背景。 如此来历不明的女子, 陛下您可是皇上。 若是陛下私事, 俊言自是为陛下高兴, 听到这皇帝垂下了眼眸, 朕知道的。 晚上阿罗一个人坐上房顶上, 看着夜晚的天空。 皇帝过来后, 见他在屋顶上, 便开口询问, 阿罗爬那么高做什么? 听到声音后的阿罗, 低头看向他, 我在看星星。 于是皇帝便也爬上来, 坐在他的身旁。 俊言带来了一堆奏折, 接下来几日朕要忙了。 想到今天的事情, 阿罗问他皇帝和臣子的关系, 都这么好吗? 皇帝这时注视着他, 他们不仅是我的臣子, 也是幼时的玩伴, 如今亦是可信之人。 之后, 两人便一起看着上空中的星星。 皇帝感叹一句, 星空怎么也看不腻呢阿罗。